好 这个影片要来讲 这个关键字搜寻的API要怎么实作呢 那什么是关键字搜寻呢 一般的这一个 这一支我们第一支写的API 捞出来是全部资料 那我可能只想要捞到某些特定的资料 比如说我这几支 这几则有天气 那我想要捞出有关天气的新闻的资料 那这边要怎么样去实作这样子的一个 关键字搜寻的API 就是今天要来教的东西 那通常如果我们是用Gate方式 想要传递参数 我们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做法 会在我们原有的网址后面 加一个问号 然后接着就是参数下达的地方 比如说我今天有两个参数 ID跟ID2 那我会打ID就是第一个参数 等于什么 那这个什么就是我即将要传递的参数 那第二个参数 我们会再用一个这个符号 去做一个隔开 然后写下第二个参数的这个名称 然后一样是等于你要传什么参数 那这个是我们在Gate的情况下 比较常用的一个参数传递方式 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拿来做关键字搜寻 传送你的关键字的一个写法会是这样写 好 那接着的话我们今天我的news 我们来看一下我news有哪些栏位 第一个可能是ID 那可能我们会想要做关键字搜寻的地方 会是这个标题 或者是内容 或者是这个时间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用这三个来做为我们关键字搜寻的一个教学 好那所以说我们的关键字的网址该怎么下 就会是这样的下吧 title等于什么什么 然后内容等于什么什么 然后开始时间等于什么什么 好那这是我们在网址的部分可能会这样打 好就比如说这样子我们关键字的网址会是这样子打 但是我们因为还没有实作所以不会有任何作用 那这样打了之后我们在程式里面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要怎么样去接收到 那三个我们在网址打的这三个参数呢 很简单 我们这个netcode这边的web API都已经帮我们简化成非常简单 接收参数这件事变得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接收到标题的参数 那标题是什么呢 我们预想它会传一个字创过来 然后它的参数名称会等于title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边如果名称叫做title 那我要怎么接收到这后面等于的参数 我们只要在这一个框框里面 打上对应的名称就可以接收到这一个参数 那这边大小写是不拘的 比如说我这边写大写 但是我接收的时候这边写 不管大写小写都一样 视为一样的参数都一样会接收到 好 那所以说我们第二个也是内容 内容的话我们这边 就打上相同的名称就会接收到这一个值 那最后我们的这一个时间 那可能就是它的形态可能就是datetime 然后我们要接收的这一个 我同意都用小写好了 好 就是我第三个要接收的参数是这一个 这一个开始时间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今天虽然做了关键字搜寻 但是我可能并不会需要说 你一定要把三个关键字都打上去 我可能只要搜寻 比如说我只要搜寻标题 那内容跟开始时间 我是不在意的 我是不需要搜寻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边就说 会下一个问号说 不一定使用者会传来这个值 什么意思 像这样子我使用者就传来这个值 那如果我没写这个值的时候 使用者就没有传来这个值 那下一个问号的时候 就代表说今天 使用者可以不传这个值过来 那如果他今天没传值的话 这里接收到也就会是一个 Nur的这个内容这样子 那但是这个String的话 就不用特别下问号了 当String 当你变出类型为String的话 如果没有传东西过来 那就会是空字串 所以这边就不用特别下问号 好 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我们怎么样去写这个 关键字搜寻 那第一个我们要来搜寻的 就是这个标题 好 那我们我直接复制上来 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我们一开始 我们已经把全部的资料给捞了出来 那接着我们要去做关键字的 这个过滤的话 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比如说我一开始先判断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串是空的或者是空白的时候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对方 这一个标题没有传进任何值 我就不去做这个过滤 没有传进任何值 我就不要走这一行 所以我这边会在下一个金汤号变成反过来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传任何值进来的话 会是false false再加一个金汤号就会变true 就代表说如果有传值进来 我就去进行过滤 好 那这个过滤也很简单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原有捞出来的结果等于 捞出来的结果 如果这一个标题等于标题的 就是做一个过滤 会儿 如果标题等于我们传进来参数的标题 我们把它留下来 最后再把它还回去 那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 就会是过滤标题之后的结果 那是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过滤 这个内容的部分 好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内容 但是今天内容我们换一个方式 因为通常我们去做一个关键字搜寻的话 我这样子写的话是要完全一模一样 才会被捞出来 但是我们通常可能只要比对部分就好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把有关天气的内容捞出来 那我只要下天气 那所以说我要捞出这三个 但是如果你用等于的话 因为你下天气的话 完整的内容是这样 那就会捞不出来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要部分相似 部分一致的话 我们可以用.con.tains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这个文章 这个内容里面 如果有部分符合这个字串的话 我们就把它留着过滤下来 那其实标题应该也是用这个方法 但是我是想要示范说 两个不同的比对方式 这样子 好 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开始日期 那开始日期就不用这个方式 因为刚刚还记得如果我们下问号的时候 当这个没有船值过来 就会是空 所以我这边会说什么时候要过滤 就是当这个值不等于空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对这个开始时间进行过滤 好所以说这边就是会了这个时间要等于这个时间 但是.debtime的话有到10分秒 那我们今天的话只想要比到日期就好 所以我这边可以再下一个参数 debt 好 那但是这边没办法下debt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是一个问号 所以代表说它有可能是空的 那有可能是空的 它就不让你下debt 因为debt是在明确是debtime的情况下才能够下 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其实已经说 进来这里面 代表说这个debtime绝对不会是空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算是强制命名 告诉他我这一个值一定是debtime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点出debt 这边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只比较到这一个日期的部分 那10分秒我们就不做过滤了 好 那其实这样子我们一个简单的关键字搜寻就写完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结果有没有符合我们要的这一个预期 好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好 那这个就是全部的资料 那我今天想要比对这一个title 就是标题的部分 那我只要下 我想要捞出第二个新闻 那我enter下去 有没有看到这边的话就只剩下第二个新闻 好那因为这边是完全比对的 所以我只要部分相符 这边就会捞不出东西 好那接着的话我们再来试试第二个参数 就是内容的部分 那内容的部分我想要捞出有关天气的 所以说等一下应该只会捞出这三则 这一则就不会捞出来 我们enter下去看看 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天气的新闻就被捞出来了 那我们这边当然我们要同时下两个参数 我们也来试试看 那这边的话 我这边的话想要捞出 开始日期是15号的 然后是有关天气的新闻 所以这个是14号就不会被捞出 那应该等一下就会捞出这两则 我们再来试试看 好有没有看到下了两个参数之后 这边就会复合捞出 同时都符合这两个参数的新闻 那所以说这边的逻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我一个一个参数去做过滤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对方有下这个值的时候 我就去过滤 那没下这个值的时候 我就会跳过这个衣服 就不会进行过滤 那最后层层过滤下来的结果 就是使用者想要的这一个内容 就是这样子 好那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人 城市有一些观念的人 可能会思考到一个问题 我们这边第一次把这个资料全部捞出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资料有100万笔好了 那一次把100万笔捞出来之后 再去做这个层层过滤是不是会很消耗资源 有这个想法的人算是对层次是有一点概念的 但是可以看到我们把游标移到这里 这时候他的这个形态是I queryable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代表说其实到这个阶段 我们Neko这边并没有还没有去跟资料库撈资料 他只是在一个模拟的阶段 就是他还在组西口 他还没有真正的去跟西口设备把资料捞回来 所以这一段并不消耗什么样的这个大量的记忆体 因为没有把这个资料捞回来 那什么情况下的时候才会把资料捞回来 就是到最后这个阶段土回去给使用者的时候 这个时候Neko才会真正把最终的西口 送出去给资料库 那资料库就依据这个最终的西口返回特定的资料 那最终的西口是怎么来的呢 比如说这边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现在这边是一个捞全部资料的西口 但是还没有送出去 那经过第一层关卡的时候 这边这个西口就多了一个汇额的条件是过滤标题 那这边又多了一个汇额的条件是过滤内容 那最后这边是多了一个再多了一个开始时间的西口 那最后这边组起来组成一个最终结果的西口之后 到了这边他才去跟这个资料库送出这个最后我们组合好的西口 去要回来资料 所以这样一连串下来最后要到的资料只会有两则 所以并不会因为这样的写法而占掉你过多的 这一个不必要的记忆体 那什么样的写法会占掉记忆体呢 我这边就来简单示范 比如说你今天在这个阶段去做to list 好那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步骤就会去跟资料库把你news的这个资料表内容全部要回来 可以看到这边to list的话这个区变数的这个类型就会变成list 那list已经实体化了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已经取得到所有的资料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浪费你的这个server的资源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写 如果你是要做关键字搜寻的话 没有想要做任何的 就是你这支中并没有要去读里面的资料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在一开始就to list 那to list还是有他需要用到的地方 比如说你中间你可能会去想要读里面的资的时候就要去to list 因为如果你是iQuery是没办法读到里面的资 因为他我根本都还没有送出去 所以里面是没有任何值让你读的 但是他就是适用在你还在组装的阶段就可以用iQuery 那这样就可以省掉 你的这一个你的伺服器的资源 所以这样的写你不用担心说他这个阶段就把百万资料捞回来 没有 是等到最后这个阶段开始吐回去给使用者 我才把最终组合好的西口去跟资料库要资料 好那这边就算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观念跟这一个关键字搜寻在这一个web API 到底要怎么实做 好那这边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